赵哥 这怎么回事啊 咱们物业这些人办事也太无阻挤无济力了吧 不是说好了吗 这次分配车位是以抓揪的形式产生 只有前十位才能有一个车位 这怎么回事 十号下去了 十一号上来了 赵哥 你给我好好查一查 看看是哪个缺心哑的玩意办的事 我办的 我就是那个缺心哑的玩意 不是 赵哥 你为什么这么办呢 我跟你说啊 天经理啊 我觉得咱们这次抓揪有瑕疵 你看啊 咱们这次啊 本来是好不容易挤出了十个车位 是要给那些急需车位的人解决的 我知道 那不是僧多舟少吗 所以采取抓揪的形式来分配车位 但是有些不自觉的人啊 有些不自觉的 你看 自己有车位了 还来参加抓揪 谁啊 十号 千顺峰啊 对啊 那也没招啊 谁让他手机好抓了个十号 咱就得给他个车位 那不行 你看 天经理 十一号 张先生 人家是急需车位的 我知道他们家的情况 他妈妈身体不好 对 每天都要去医院做康复治疗 在小区还没有车位 只能把车停到外面 这呀 像物业反了挺多次 但没办法呀 你看他手机不好又没抽着 我跟你说啊 咱得给人家解决了 这次要再不解决的话 咱得得红买马月了 所以我就决定了 把十号 钱顺峰的车位 让给十一号张先生 我都已经打电话 通知他们了 钱顺峰同意了 同意了 我打了电话 还能不同意吗 哎呀 赵峰 你胆挺大呀 怎么的 那你们家二哥的脾气 你也不是不知道 到时候来闹 那谁整得了他呀 我呀 你能整得了他 我当然整得了他呀 我是他姐夫 他对我还是很敬畏的 你别看他同时 跟着你们叽叽大大 我们俩独处的时候 我一回家 我说我回来了 他咔嚓一下 坐在凳子里 没话 哎 赵哥 那你要这么说 我就放心了 我真得代表咱们物业 好好感谢你 不用 你就放心吧 但是啊 你二哥真要来闹 你可得出马啊 有我呢 你放心 好 我来了 是当我你该说话了 前文文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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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先动 怎么回事 啊 抓揪抓车位 我抓的是十号 应该有我的车位吧 我听说我下去了 十一号上来了 哎 你得给我个完美的解释 你老看我大姐夫干什么玩意啊 问你呢 你是不是经理啊 是 那个 前总 你不是有一个车位了吗 我有车位 我再抓一个不行啊 啊 我大姐夫在这呢 我们家多少人呢 我们家多少口人住一个屋啊 一个车位够用吗 你装什么你装啊 你天天到我们家找小米粒去 你不知道我们家多少人呢 解释 你老招呼我大姐夫干什么玩意啊 不是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田妹妹 这事你必须给我解决 不是 那个那个 前总啊 508号的张先生 确实是有困难 他有困难 跟我还有什么关系 他有困难 我还有困难呢 我手机好 我抓的 有本事 他凭他的手机抓去啊 我告诉你田妹妹啊 必须给我解决 啊 不给我解决 我明天我就把车 我停这儿 不让你没法办公 你也不打听打听 我钱什么人干什么的 二姐夫 那是做大生意的人 有本事 你老看我大姐夫干什么你 大姐夫没事啊 你别为难 这事跟你没关系啊 我找的是他 说 二哥 是不是你定的 这事真不是我定的 呦 这田奔奔啊 外表忠厚 内心奸诈呀 我大姐夫打电话 都告诉我了 就是你定的 好小子 你还不承认 给我解决啊 赵哥 赵哥 是这样吗 陈东啊 要是这样的话 我也不瞒你了 说 这事真不是我定的 那是谁 打呼噜 这位定的 起来 下班了 下什么班了 你给我回来 啊 赵刚子 这缺德事是你干的呀 妹夫 你听我跟你说 你说什么 你这次 可是献爱心了 哎呦 哎呦 你们听听 还我献爱心了 拿着我的车位 给别人 我献爱心 还是你献爱心 你献爱心 妹夫 你放心啊 咱们物业已经决定了 对你这份爱心 要在小区里面 敲锣打鼓的宣传 我不要 我觉得挺好 这对你来说 是个好事 在咱们小区 把你这个形象 正一正 哎呦 他给我正一正 问问街坊邻居们 我猥吗 猥 你是不是需要正一正 哎 我是怎么猥的 你不知道啊 啊 赵刚子 他原来在物业 就是个扫垃圾的 那是我 钱顺峰 处心积虑的 在小区里 乱停车 乱倒垃圾 给他制造了 多少大义灭亲的机会啊 他才有了今天 当上了物业副经理 我告诉你 赵刚子 你能走到今天 你是踏着我的鲜鞋 踩着我的肩膀 抛着我的铜帆 穿上去的 你今天又跟我来这一套 抢我的车位 你又想当经理了 是不是啊你啊 我说你这个人 这都明白事的 我怎么不 我什么都明白我 咱们家有车位 你要车位干什么 有车位 我凭手气我抓的 人家需要车位 你不能太自私了 我合理合法啊 怎么着啊我 我跟你说啊 你可别怪你姐夫说你 你要干啥 你要车位干啥 我有用 你有什么用啊 我都知道你干啥 我干啥 你又惦记着把这个车位租给谁 然后你挣点小钱 你说这话 哎呀 我钱顺风 这方邻居们 我钱顺风是那种人吗 你看看 这都是什么邻居啊 这都是 什么邻居 那小孩都这么喊 你看看 才五岁都知道你是什么人了 我明天不给你糖吃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大姐夫 我这回抓这车位 还真不是为了我自个儿 你为谁呀 为了咱们家人呐 咱们家有车位了 我问你 你和大姐将来就不买个车 我们不买车 我们有自行车挺好的 小米粒就不买个车 小米粒好像也不打算买车 爸妈 爸妈不买车吗 爸妈那么大岁数买车干啥呀 再说了 他们也没那么多钱呢 我有钱 我给爸妈买辆车 你要给爸妈买辆车呀 我我我我我我 我买辆电瓶车 你拉倒吧你 那停车的地方 你停个电瓶车 那也不够占地的呀 我买一67管子 我占满了 怎么再不行了 大二哥你这么说就有点不讲理的吧 哎呦我不讲理 大伙听听啊 物业的两位领导在这呢 他们说的抓揪 我才来抓的揪 我抓了车位没我的 成了我不讲理了 哎我可告诉你们啊 我重申一遍 这车位我的 我谁也不让 赵经理啊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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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经理啊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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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啊 赵经理我没有想到咱们小区这个物业这么有爱心 哎呦你不知道你们帮我解决了这个车位 哎呦帮我解决了个大问题啊 我妈妈那身 这样我代表我妈妈我谢谢 哎呦呦呦 这也是经理 你好你好你好 谢谢谢谢谢谢啊 这没事 那个来坐坐坐坐坐 那个赵经理啊 哎呀 一定得告诉我这个爱心人是叫什么 这个人到底是谁 我一定要好好感谢感谢他 哎哎等会 哎你倒点水去啊 倒点水去喝点 先生你好 你好 哎您是宏达公司的张总吧 对我姓张 哎呦哎呦张总 啊 哎呦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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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哎呦哎呦我真是 哎呦我真没想到在这儿能放上名啊你们 哦张总好 您住这个小区啊 啊不我不在这个小区住 我妈妈在这儿住 哦阿姨在这儿小区住啊 哎呦哎呦这可是大公司的大公司 哎呦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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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这我真是没想到 您是 哦我是顺丰公司的 我姓钱 钱总 钱顺丰 顺丰公司 钱顺丰 对对对就是我 哎呀好多年了 我们公司就想跟您公司合作呀 哦哦哦我好像有点印象 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你们那个报告我看了 对对对 但是我们考虑你们那公司规模太小了 我们这个业务啊怕你们完不成 咱不说了啊 再回头再说啊啊啊一定要帮我找到这个人哦 这样还帮我问问他啊问问他有什么困难 他要有困难我一定帮他解决 哦哦是这样啊啊啊那个是这样啊啊那个张总啊我跟你说一下啊现在这个情况可是有变化 什么变化 是这个爱心人士啊他已经不准备把他的车位给你了 他他他他没有不准备给我了呢 哎呃情况是这样的啊他要给他岳母啊买一个电瓶车然后放到停车的那个位置上 电瓶车停到汽车的位置上 对那也停不满呢 他说了买一圈气筒子把地儿都占满了 不是缺德吗这个人缺德呀 这哪能这么干呀对不对 这电瓶车你可以停在车旁里吗 哎呀好行行好你的 那不是他到底还愿不愿意把这个车位上给我呀 不愿意 愿意 谁说话 你俩别说话行不行 嘿嘿嘿 张总 张总 来来来你坐你坐 哎呀听到你的家庭情况以后啊我心里是万分的交集啊 哎呀当即我就决定把我的车位让给您 您就是那个时候 我就是 哎呦不是这也不是外人 这位丈夫经理啊是我大姐夫 一家人 他他什么意见 哎呦当时他知道我这个爱心举动以后啊 他犹豫了 他彷徨了 这不嘛 刚才还在做我的工作跟我说你不要让不要让 我不行 我我是下定了决心呐 谁说话 你们别说话 哎哎哎 张总 哎 行了就这么定了 车位是您的 您回家拿手续马上来办吧 哎呀 以前哪来了 老钱 我真没想到 你看我一进来 我没想到是你啊 是我是我是我 谢谢了 谢谢了 举手之劳 那行了那行了 那我明天过来办手续 好的好的 这样吧 啊 老钱你明天到我办公室去一趟 哦有什么事吗 咱们再谈一谈合作的事 啊 就咱把咱没签的那个合同 咱把它进行下去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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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没有那个意思啊 我知道 哦没有没有 哎呀我就是献爱心 我知道 没有这个意思 再说了我的公司规模很小 你看 我知道你们那个公司规模很小 是是是 但是我们看中的是人品 这个人很正 一点都不歪 老钱啊 公司小发什么 只要跟我合作 我马上让你的公司大起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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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一家的是吧 我是他姐夫 哎呦 这一家人 这做人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你得好好向他学习啊 这个人很正啊 再见 这样的事情 你让小区你好好宣传宣传 变方邻居们 看见了吧 做人就得像我这样做人 要做好事 要身子要正 哎 好人公 要面 你站住 不是 田经理 你这是我这些爱心的举动 你得给我好好宣传宣传 你不是不用宣传吗 怎么不用宣传 大力宣传 万一小区里再有两个老总 被我的事迹感动了 那我的公司不就越走越大了吗 不行 宣传的事不归我管 归赵哥管 大姐夫 干啥呀 大姐夫 我这事迹你得给我宣传宣传 宣传啥呀 宣传宣传你不要脸的精神呢 咦 这怎么说我先爱心呢我 先啥爱心呢你 不宣传 你去不去 不去 你去不去 不去 我跟你说咱家房子的首富大头可是我富的 你等着我拿螺旗 你还治不了他 我在前面走 你在后边喊口号啊 知道了 走 喊 喊呢 在前面 在前面门学习 学习 在前面门直进啊 直进啊 前面门永远不有 直进啊 在前面门永远不在我们心中 在前面门永远不在我们心中 在前面门 这些误格言 我就听听听听听听 Gimme